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以色拉记第十三天 以色拉记十章一至十五节 斩草除根 以色拉祷告 认罪哭泣 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 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 聚集到以色拉那里 成了大会 众名无不痛哭 属以兰的子孙 耶歇的儿子 释迦尼对以色拉说 我们在此地 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干犯了我们的神 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现在当于我们的神立约 修这一切的期 离绝他们所生的 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 占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 你起来 这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帮助你 你当奋勉而行 以色拉便起来 使祭司长和立位人 并以色列众人 起誓说 必照这话去行 他们就起了事 以色拉从神殿前起来 进入以利亚时的儿子 约哈南的屋里 到了那里不吃饭 也不喝水 因为贝鲁归回之人 所犯的罪心理悲伤 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 贝鲁归回的人 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 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 三日之内不来的 就必抄他的家 使他离开贝鲁归回之人的会 于是犹大和汴亚敏众人 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 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 因这事又因下大雨 就都占经 祭司以色拉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有罪了 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 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 现在当向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认罪 遵行他的旨意 离绝这些国的民 和外邦的女子 会众都大声回答说 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 只是百姓众多 又逢大雨的时令 我们不能站在外头 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 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 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 凡我们诚意中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当案所定的日期 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 直到办完这事 神的列怒就转离我们了 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 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 并由米苏兰和立位人 沙比泰帮助他们 以色拉哀痛地祷告 披肝力胆地呼吁 得到正面回应 众人意识到他们所犯的罪 后果严重 就为了将要面临神的愤怒而哀哭 首领之一的释迦尼 领悟重新得神怜悯的方法 就是离弃罪行 不继续陷在罪中 而所当行的 就是与外邦妻子和他们的孩子 断绝关系 如此一来 与罪划清界限 就重蒙神的悦纳 释迦尼的建议一出 便得到众领袖负义 立刻着手进行 这件事进行得极快 三天内招聚民众 显示众长老和首领们的重视 甚至下令 若不应照前来 要抄家没收财产 严重者还会被赶出 以色列会众之外 剥夺他圣民的身份 当所有被鲁归回的人 一同聚集时 以色拉开门见山 指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并且宣誓 必须与外邦妻子儿女 断绝关系 在神面前认罪 回转归向神 众百姓明白 他们犯了大罪 因此正面回应 由长老与世诗 进行调查取外邦女子的人数 并合理地打发他们离开 断绝关系 不代表处理事情 无情无义 若外邦妻子 如同拉荷与路德 愿意归向耶和华 成为近前子民 就无需遣走他们 然而 多数外邦妻子 使得他们的丈夫与孩子 不专心跟从耶和华 甚至随从外邦的败俗 自然就不应留下 以色拉重建圣民的工作 终于向前迈了一大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离弃罪 是获得神怜悯与恩典的 不二法门 然而 并不是心里想想 嘴巴说说就成了 乃是要身体力行 用行动表明是真正的悔改 而非悔而不改 悔改必须落实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好叫我们能时常享受 救恩之乐 亲爱的主 谢谢你提醒我 不要继续停留在最终 求圣灵帮助我天天更新 并且使我力量与勇气 来改变自己 阿们 道读神的话 罗马书六章十一至十二节 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亡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亲爱的天父上帝 求你怜悯我 在基督里有新生命的我 怎么可以顺从肉体的私欲呢 我更要保守上帝已给的祝福 随时真实地向神敞开 认罪悔改 不容让罪在我的身上做亡 是的 真诚 恳切地认罪 我相信忧伤痛悔的心 神必不轻看 求主持续保守看顾被拣选的我 日常生活中可以活出生命的见证 我要每一天瞻仰主的容面 直到圣灵充满我 直到我的属灵生命长大成熟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